大家好,我是RJ,欢迎来到RJ军事新闻周报 不管什么机,什么剑,什么弹,什么炮,RJ通通报给你知道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会整理当周精选的军事新闻 与大家分享,向大家报告 好,本周是2020年10月的第三周 这周有什么重要的军事新闻呢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战斗民族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本月欢度了他第68岁的生日 俄罗斯海军就为了国家重大的日子 在普丁总统生日的隔天 试射了一枚告石超高音速反舰飞弹 那这枚告石飞弹呢,以时速6000公里的速度 击中450公里以外的靶船 那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丁也曾经宣称 告石飞弹仍以音速9倍的速度接战 那么在这个释出的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告石反舰飞弹看起来非常像是P800 Onyx飞弹 相较于之前在米格31上面试射的匕首飞弹来说 匕首飞弹比较像是伊斯坎拉尔 那么告石飞弹看起来就比较像是P800 不管怎么说9倍音速 而且是从巡防舰上面发射的这个反舰飞弹 还是非常的厉害 接着我们来关心台美军售的进度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有三个重要的军售项目 已经非重视的送到国会等待审查 这三个项目包含 Slam-ER空对地的巡弹飞弹 那以及HIMAS多广火箭系统 还有MD-111给F-16使用的 即时传输征兆夹舱 那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 也提到MQ-9B Sea Guardian 这个无人机系统 以及CDCM 也就是暗制巡弹飞弹 暗制鱼叉飞弹 也已经非常适合送交到国会了 那么消息来源指出 这整个军售的规模将达到50亿美金 那其中呢 CDCM也就是暗制巡弹飞弹 就占了20亿美元的份额 那20亿美元买了100颗的CDCM 这是目前的消息来指出 那平均起来 一颗暗制巡弹飞弹的成本大概是6亿台币 那相较于成本是1亿台币的熊山飞弹来说 看起来真的是贵的蛮多的 另外两项军售项目 包含陆军想要很久的M1-09A6帕拉丁自手炮 以及协议很久的Chris Truck ER智慧型水雷 就是长城的空头的水雷 那看起来这次都没有被提到了 那美副星先生也在他的军事评论上面提到 M1-09A6帕拉丁自手炮 看起来这次是没有上车 那谈完了美台军售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海军的震海案 国内有报导指出 中科院负责的训练专案 已经完成了海工山与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验证 可是海军决定放弃训练专案 并且正式向美欧等国防系统承包商 寻求解决方案 海军的要求是4500吨的排水量 四面矮萨雷达32款垂直发射系统 并且要具有区域防空能力 目前最接近海军规格要求的 竟然是俄罗斯的22350训练舰 也就是刚刚才试射完告时的那艘训练舰 所以可以说是蛮不容易达标的 但是海军司令部呢 在10月11号正式发出新闻稿 否定放弃训练系统 那我们在这里为了尊重中华民国海军 于是我们把部分的新闻稿也把它念一下 针对媒体报导 海军司令部今天表示 媒体报导内容纯属议测 与事实不符 海军依照国舰国造政策指导 规划 108至15年伟中科院执行 新一代非弹巡防舰原型舰筹案 其中训联系统研发部分 目前仍按计划执行有关测评工作 测评结果必须符合海军作战需求 方启动后续作业 所以海军在这个声明里面 其实是声明他没有放弃训练专案 可是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用训练专案 所以这个可怜的震海专案 到底会怎么发展 本节目会跟大家一起持续的追踪 看完了海军的震海专案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往我们富有的邻国日本身上 根据央广新闻的报导 日本防卫省在2021年度的防卫预算 来到了新来币1.5兆元 这在每年只有3300亿预算的中华民国国军业礼 无疑是非常羡慕的啦 这1.5兆元要用来做什么呢 他要用来建立全新的太空状态感知卫星 也要建立网路防卫部队 更要建立专属的电子作战部队 在海上智慧队的部分 要新造两艘护卫舰 以及一艘参龙级的潜舰 那这两艘护卫舰看起来应该会是朝日级的 同时海上智慧队的出云号也要改装 才能让F35B顺利上舰 而它重要的改动呢包含飞行甲板 也包含了整个舰手形状都要改动 那么日本外购的F35将在明年开始交机 在明年日本空中自卫队将得到 四架A型及两架B型机 只是没有报导显示这四架A型是在日本制造 还是落马在美国制造 同时空中自卫队的F15鹰群 不管你是昭和鹰还是平成鹰 都要在2021年开始进场进行升级改装 那相对于还可以升级改装的F15 空置的另一款F2战机就显得非常的悲情 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升级计划 并且即将在2035年开始要逐次退役了 因此防卫省在明年投入了772亿的预算 来进行新战机的研发 最后我们来关心被烧得很惨的好人理查号 好人理查号目前要修好的费用 大概已经被估计出来了 这个金额大概是来到15亿美金之谱 那以15亿美金来看 几乎等于是新造一艘两栖攻击舰的预算 所以海军的选项有限 而且每一个看起来都很糟 那海军的选项不怪乎修跟不修 那如果不修 就必须新造一艘两栖攻击舰 因为以美国海军现在的部署来说 美利坚级的首两艘都已经服役了 包含美利坚套已经地利坡了一号 可是看起来美国海军还是少一艘 像好的理财号这样子的两栖攻击舰 那么这个缺口应该要怎么弥补呢 如果要修 那好的理财号就必须要从西岸 经过巴拿马运河通过东岸 那托是一个大问题 有没有船厂的这个产能能够来帮忙修船 更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的美国的船厂 大概都在接新巡航舰 以及新的两栖攻击舰的案子 那包含新的伯克级 所以有没有产能能够能来修好人理财号 是要一个大问号 那如果不修好人理财号呢 那如果要新造 在国会来说就会是一个大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在哥伦比亚及潜舰 大量的排挤海军其他预算的情况之下 这几年真的很难再挤出预算 来让海军再新造一艘两栖攻击舰 那国会能够同意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那如果不造好的理财号的后续舰 又有这样子的战域需求 那该怎么办呢 于是有一个提议 就是把现在封存的北零六号 拉回来整修 可是大家知道 北零六号 溃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的飞行甲板 以及舰内的构造 不适合操作F35B 以及MV2-2 语音机 于是如果要重新起封 已经封存5年以上的北零六 那花费的成本以及时间 以及它能够带来的战力 都很难评估 对海军来说 这三个选项都是烂苹果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好 可是又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 才能让好人理财号的未来能够更清楚 新闻的最后 我们稍微提一下 美国前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提议应该要租借给台湾F35B 可是从刚刚我们的新闻内容 大家可以听到 连日本订购了四十几架的这样子的大户 都只能在明年拿到两架 所以到底要去哪边升 足够的F35B的鸡群可以租借给台湾 这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天方夜谭的事情 不过有梦想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也常常梦想 18岁的李志玲可以跟我交往 理想很性感 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 好以上是2020年10月第三周的RJ局势新闻周报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 欢迎您再回到RJ局势新闻周报 来看RJ 爆飞机 爆军舰 爆坦克 爆大炮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按铃铛 打点名嘴 我们下次见